在今年冬天 已经花了2亿美金的游击兵 还没有停下补偿的脚步 誓言要重返世界大赛的舞台 老板Ray Davis授权无上限的情况下 总经理Chris Young 正在一步一步拼凑出夺冠阵容 到底现在的游击兵 还缺少哪些夺冠要素呢 就让12年游击兵 球迷胖眼来告诉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球关注小编 aka胖爷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已经大撒异的德州游击兵 想要重出美联西区 甚至拿到世界大赛冠军的话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补偿 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上一季游击兵的几个大数据 团队投手防御率4.22 排名大蕾蒙第22 如果猜成先发跟后援的话 先发投手防御率4.63 排名第25 后援3.72 反而是前半端的损损 对此游击兵在修赛季 陆续抢下Jekyll Degrand Andrew Keeney Nathen Yeovoldy 搭配去年牵下的John Gray 而投出神养年的Martin Perez 先发论值 已经成型了 至于牛峰的部分 踢一条比较短的Tylan Hurd Den Dunning 和Len Otto 都可以往常中继发展 以免先发投手临时有状况 丑迷可能都认为 去年看Joe Ballard关门很痛苦 怎么今年冬天没有补一个 像样的后援投手 不过在Punk也证明资深球迷看来 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中继者人选 就是凯文·汤姆·John手术后 去年季中复出的Jose LaClerc 虽然已经一年半没有实战 一开始LaClerc控球 还有一点不稳 不怕接下来的表现 渐入佳境 不仅有效控制失分 在球迹最后一个月 也接下了中继者的工作 表现也不差 成绩下来 2.83的黄言率算是够水准 况且明年才是他开完刀的 第一个完整球季 搭配上一剧回锅的投手教练 Mike Maddox 胖爷看好LaClerc 有机会进化到像 Emenoclast一样的中继者 但就算Madas回归 投手战力看似也算坚强 胖爷还是觉得有一些隐忧 就是左投手不够 扣掉先发的Barréz Hini 还有中继组的Hearn之外 牛红里面之友Brock Burk 算是去年表现很优秀的 以现在自由市场谨慎的左手牛 除了去年回顺的Manmore 可以考虑之外 古巴飞弹 Erodus Chapman 也是认真可以考虑的对象 虽然Chapman 去年角出生涯最差的表现 就因为被移出季后赛名单 直接撬掉训练 被杨基彻底放弃 但过往的成绩 绝对让他能再为 自己赢得一份大联盟合约 与杨基最后闹到不欢而散 难免会让其他球队在身上贴标签 身为一名 具有冠军经验 伤病死也还OK的前顶级中继者 Chapman 也许会想拼一个大翻身 想要夺冠的游击兵 确实也需要借重他的大赛经验 看完最令人头痛的投手战 另外 打线其实也有一些 需要重点补偿的地方 内野中继 拥有去年大约签下的 Corey Seeger跟Margert Semien 一类又有新客赢榜奖的得主 Lathenio Lowe 三类也有大物 Jash Young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外野 就真的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除了Adolis Garcia之外 其余的打者都是有手套 但没有棒子的球员 说是打击断层 也不为过 在外野手大咖 都已经确认新东家之后 最靠谱的选择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Jerricksen Profan 身为曾经百大新秀第一的他 早已无法兑现当年 球迷对他的期待 不过当一个称职的角落外手 还是没有问题的 去年也是帮助教师 打进国陵冠军赛的工程之一 左右开工的特性 加上多功能的守备位置 会让总教练Bruce Bochy 在人员调度或是棒子安排 都更具有弹性 至于另外一名外野手 如果我是总经理Christian 会将现在多智球队询问的Jerrick Smith 加配上几个前提新秀 拿去交易一个水准以上的总外野手 皇下的Michael A. Taylor 或是精英的Cedric Mollis 都是可以出手人选的 最后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身为铁杆条子粉丝 对于今年大力武将看法 总会一句爽 自从2015、2016 连续两年在基督赛 败给蓝鸟之后 牛基兵就走向重建的道路 曾经与球队一同进退的球星们 也一个一个一对了 每一年都在美联系区跟天使 一起垫底 这种感觉真的是受够了 尤其是今年球队大力补强 一直以来不强势的拓战力 虽然还是有点难威胁太空人的往位 但我认为跟水手在基本盘上有得一平 以上就是胖爷 对于牛基兵这个冬天的补强整理 以及如果我是球队总经理 会持续怎么样的补强 大家认为牛基兵明年有机会 在美联西区杀出一片血路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你的看法 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部影片 再见